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物含甚聚 谁厚一重备其含不解 表正脉当福 经脉反成威 间见神脾欲昧 这是阳气虚胜 无力鼓动气血所致 这是阳虚外感 表里聚寒之症 若存以心温发散 则因阳虚而无力作汉 或随得汉 必至阳随夜拓 因此 当祝阳与节表变形 方中 麻黄心温 发汉节表为君药 父子心温 以开泄皮毛 足邪外出 父子温礼以振奋阳气 骨邪达外 麻黄发汉之力俊猛 阳虚之人 用之会进一步伤阳 阳虚则更无力 心善表邪 与父子同用 则无伤阳之弊 二要配合 相辅相成 为祝阳节表的常用组合 细心归肺肾二斤 芳香气农 信善走窜 通策表里 既能去风善寒 祝麻黄节表 又可鼓动肾中真阳之气 协助父子温礼为主要 三要并用 不善兼施 使外感风寒之邪得以表善 在理之阳气得以维护 则阳虚外感可遇 下面看临床运用 第一 辩证要点 本方式逐致阳虚外感风寒的代表方 基础方 临床应用以物寒重 发热轻 神皮玉昧 卖尘为辨证要点 第二 加减变化 若正为阳气虚弱而见面色苍白 与身低微 知冷等一家人生 黄岐和父子助阳一气 若间见可善吐痰者 加半下信仁 以化痰子壳平传 若间私自经落出现肢体酸痛 可加 可加 仓主 毒活 去失 通落 止痛 现代运用 本方常用于感冒 流行性感冒 支气管炎 病痘中和针 风湿性关节炎 过敏性鼻炎 暴芒 暴牙 喉壁 皮肤烧痒等属于阳虚感寒症 我在临床中常用此方治疗 外感厚 低热 处于阳虚的 第四 使用注意 若阳虚而见下立倾骨 四肢绝逆 脉为欲绝等症 则应尊重景先闻其理 乃攻其表的原则 若勿发其汗 避致亡羊微厚 感谢观看